Practice 4.4a 叫你找一個 Quotient 和 Reminder 當這個 6x 二次 減 4x 加 5 is divided by 2x 這個就是 6x 二次 減 4x 加 5 這個就是 2x 我們一開始看第一件而已 2x 乘什麼會變成 6x 二次呢? 就是 3x 2x 乘3x 變成 6x 二次 雙減 那麼負4x 減 了這個 就會繼續是負4x 這裡照抄的 記得是上面跟下面 我覺得 減 會很重要的 好了 2x 乘什麼會變成負4x 乘負2 這就是負4x 雙減 負4x 減 後這個就沒了 剩下 5 我們先把 Quotient 等於 3x 減 2 Remainder 就等於5 還是要打亮一下 這個是Quotient Remainder 在下面 Divisor 就是2X Divisor 是最大的一塊 在裡面的